戴安全帽的骑士用力拉住黑长裤男子就在路边爆发肢体冲突 还把店家柱子的装饰都给撞掉 不说还以为是行车纠纷 但被压在地上的其实是诈骑车手 一旁女子是被害人发现被骗报警 请警察埋伏抓人 警方在车手身上扣走一叠叠钞票总共100万元的账款 还有印章和收据全是诈骗工具 受害的是一名55岁张姓女会计师 在网络上看见投资广告可能是和工作背景有关 分析可能真的有赚投加入投资群组之后 自称投雇老师的嫌犯多次摇他汇款 一共汇了60万 想把获利领出来对方却说要继续给钱 获利到一定程度才能一次领 这才惊觉受骗报警 并鉴请鸡押觐见 夫人带着100万现金假装要继续给钱 让警方成功抓人 34岁成姓车手不肯交代上游 其他共犯警方还要追查 但会计师都成了诈骗受害者 长者更是容易被当成诈骗目标 我的表弟是他货款要给人家 本来是我们都是开支票给人家 他说他正好他二级的要 所以马上是叫我说看能不能先用现金给他 北投这名74岁老翁说收到了表弟传来讯息 基于亲戚关系想要帮忙直接跑到银行 依照对方提供的汇款资讯 要把30万元汇给对方 但行员询问细节他却交代不清 而且跟表弟已经很久没有见面和联络 几乎确定他碰上诈骗赶紧通报警方 经过不但劝说他才终于知道对方根本不是表弟 把这30万留在自己的户头 无论是好久没见的亲友 或是根本没见过面的头顾老师 钱轻易交给对方都是最坏投资 TVBS新闻中是郭宁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